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来 动物园 飞行公园 夜间动物园 常常会被人家忽略掉 在西加坡还有另外一个叫做Rever Safari 这里是自然河川生态园 好 这个名字我自取的 反正它就叫Rever Safari 尴尬了 票是在动物园的门口柜台买 而Rever Safari的柜台是不售票 进来就闻到一股河流的味道 就是那种泥土色色的味道 第二个展馆是不是很精致 它跟一般的水族馆不太一样 有一种户外的感觉 它似乎知道我要拍它 来到镜子旁边了 这一只叫做非洲鲁鲁鱼 好小一只哦 蛮可爱的 这一只叫做Tiger Fish 被它咬一颗的时候会断掉吧 刚才我们逛的是属于尼罗河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印度信仰之河 接下来这一只叫做澳洲肺鱼 我们有在骂人哦 鱼都是用塞在呼吸嘛 肺鱼呢 它可以使用肺呼吸 在氧气极度供应不够的情况下 所以它在很多干旱的地方呢 都能够生存哦 哇塞 后面超大一片的玻璃 鱼也超大只哦 我不知道玻璃是否有放大效果 但鱼和我们的距离是非常的靠近 我想应该它本来就这么大只 我想应该它本来就这么大只 红鱼 Steen Ray 这位也有搞完哦 好乱说 长江 好可爱哦 超小一只 感觉可以搭回家当宠物一样 来挑战来咯 它就这么大一只 它不动的时候 你还以为是岩石 以为是石头 接下来我们去看 熊猫 因为在熊猫馆里面是开放式的哦 所以当你在观看熊猫的时候 不会有一层玻璃的阻隔 会更贴近一点 这让我想到 这让我想到 现在我们要前往对岸区 来逛这一带 现在我们要前往对岸区 现在我们要前往对岸区 我们现在要逛的是 野生亚马逊和世界巨大的河流 有没有很紧张兴奋的感觉 好啦 虽然这个也不是我第一次来的 但是拍片还是要假装兴奋嘛 耶 OK 好 现在其实是会有两种的坐船方式哦 而这个Reserval Cruise是免费的 诶 这个就需要买票 当然你等一下给我的要坐一下啦 下来咯 基本上免费的这艘船呢 就是在湖边绕一圈 让你看看花花草草的 所以是免费的 接下来我们去看需要花钱的 Let's go 哦 有一种在玩什么冒险游戏的感觉哦 那我们结束了亚马逊和Ride 推荐哦 只需要5块钱能够让你重复承搭 还不错的 接下来这里是泥猴园 可以近距离和泥猴接触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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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